台湾 台湾 前进前进 生生保佑 这是台湾人民 全快点回心表明 这是台湾人民 英国成功秒提升 这是台湾人民 英国成功秒提升 各位维心圣教一经大学 所有贤士同修 及各位十方善知识 阿弥陀佛 今天8月2日 我们继续来为各位禅姐 贾成年6月19 台湾的风灾和水灾 灾后重建 灾后重建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尤其是人心的信心 人心对于自我的信心 更是重要 人生无常 变化多端 所以人要怎么来因应 这个天后天灾的军事呢 这是我们美国人应该自我建立的信心 所以老主开示 你要对自己要有信心 要先从 善良 慈良 慈悲 道德的心 来先建设起 尤其在本教文 益京大学的所有贤士同修文 我们所修所学的 就是要有对自我的信心 若是你对自己没有信心 国家社会 要给我们一个善良的信心 那是很困难的 很困难 所以老主在民国71年 7月23日 开启蓝天之时 23日的晚上 九点多 快十点了 在南天玉地九龙精确座前 九大菩萨的积极会议 所结论出来的 就是要天下太平 天下太平 那么 开山祖师 又是叫我们要有信心 你才能够天下太平 自我没有信心 自己就太平不了 家庭也太平不了 自己的事业也太平不了 那怎么样来谈 天下天下太平 天下太平 所以王产老祖给我的启示 和台湾祖师 以及开山祖师 给我的名言 国家对国家的团结信心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本身 我的信心 若是你自己没有信心 你要谈什么未来呢 所以老祖 还有开山祖师 一直讲 要信心 要信心 要天下太平 一定要有信心 我就向开山祖师提出了疑问 天下太平 信心 每个人都有 那么这个国家 大团队 怎么样从尽心来建立起呢 怎么样来建立国家的信心 所以老祖 他就提出了八走 中校 中校 第一个 要忠于自己的良心 自己良心你不忠 那你要对其他旁边的人 国家社会 你怎么样忠呢 那根本就不可能啊 所以老祖 还是要先忠心 我终于明白了 忠心 就是信心 信心 言动力 就是从忠心开始 一个人的人生 我们一定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对得起我们的国家 对得起我们的父母 对得起兄弟姐妹 对得起整个的受贿 这个即是人生修行的最大条件 所以老祖 还是人生修行 大条件 人生修行的大条件 就是从 从信心开始 所以我们要建设自我的信心 一定要先忠于自己的良心 有的人 讲话苦是心灰 讲归讲 做归做 到最后的结果 似水流散 没有一样成功的 这个就是信心不够 所以老祖开示我们 要先建立自己的信心 你做任何事业 也是一样要对自己有信心 你要考试 参加国考 也是要有信心来开始 所以老祖书孙 所以老祖书孙的勉励 和开山祖书的勉励 真是一眼道破 每个人的矛盾 每个人的缺点 要建立矛盾 和缺点 变为素食的话 就是要从信心开始 所以今天 在灾祸的重建 老祖书一直开示我们 要从建立信心开始 你有信心才有办法走下一条 未来人生的路 尤其灾祸的重建 我们要先从人心的信心开始 这样灾祸过了 是给我们一种启示 人生无常 所以尽心的重要性 我愿分享给各位 维新贤士同修 及各位十方善之士 祝福大家 各位维新贤士同修 及各位十方善之士 各位十方善之士 回顾 921台湾大帝尊 伤亡的2569位 全国同胞 家庭支离破碎的无济其事 尤其学校 学校的教室 更是破碎不安 在南投统计起来 就有124间 就有124间的学校 所以在灾后 老祖开市 这是建设一个好家园 建设和谐社会的另一个里程碑 所以要我组出了500位 500位爱心团 500位爱心团 开始来重建 南投台中县 和附近的124个学校 守学校 才发现 这个学校的建设设计 为什么都偷工减料的那么多 才会垮了 那么多 还好是晚上 若是白天的话 这个小朋友 学生 老师 受伤害的 有多少呢 在我们500位 爱心团 由基金会董事 王景涵董事长 他呢 带500位 维新圣教 一经大学的同修 来 勘察 所导的民宅 所导的学校 尤其学校的建设 更加的重要 所以我 勘察了结果 发现 发现偷工减料的 太多太多 会倒的都是偷工减料的建筑商 和机关政府的监督人员不周 才会发生这么多这么多的灾情损伤和损失啊 所以老祖 开始 这是在唤醒 今后 对于设计 建筑 设计的建筑师们 一个很大的警告 还好 本维新圣教 邱金印建筑师 源泉华师 他所设计的房子 大楼 没有一间受损伤 因为 邱金印建筑师 他每一设计过后 一定轻隐建造 亲民勘察 不让营造堂偷工减料 也不让学校偷工减料 所以 源泉华师 他所设计的学校 都是平安无事 至于其他建筑师设计的 倒了一塌糊涂 很多 很多 学校倒了 不堪 辱目 这是道德问题 良心问题 所以 在后的重建 我也带领了 五百位爱心团 一起参与 规划学校 重新规划设计 依照风水学的法则 来规划学校的重建 还好 由前教育部长 吴清基部长 鼓励南投地区的国中小校长 要来接受 重建的风水问题 还好 124所的学校校长 大部分都接受了 只有两三所的学校 不接受我们的建议 所以 这个事情 唤醒 我们社会大众 唤醒我们学校 校长 的关切 希望 未来 再有不好的灾情 都能够免疫灾难 生命要紧 人的生命无价 所以 王山老祖 大吃大悲 又倒架此行 回来 欣奉 这921大地震 看透 世间人的 腐败 和贪婪 以及 官员 或学校 主办 建设的 老师们 看透了 他们的心 虽然 921过后了 但是 灾后的重建 必须要 符合 风水学的 法则 否则的话 未来 还是有那么多的灾难 会发生 所以 老祖 老师尊开示 我们 灾后重建 就是信心的重建 和品德的重建 和良心的重建 所以老祖 虽然 距离 距离现在 三千六百五十多年 但是 在天上世界 看到 世间人 的贪婪 贪污 不负责 逃避 的行为 确实 确实让人 心疼 也让天上 众 损心疼 所以 921的重建 也给本维新圣教 一经大学的 闲事同修 五百位的 义工团队 重建 团队 也给予相当 相当 大的启示 所以今天 我们 利用这个因缘 来提醒 各位 大家的家 一定要 注意安全 以外 也要注意 风水学 风水学不如法 那 家庭一定乱 社会一定乱 大家要注意 祝福 各位 维新圣教 一经大学 少有闲事同修及各位 双善知识 灾后的重建 就是一种教育 实实在在的教育 下一代 和最后一代 和未来的人 我们的良心道德问题 所以回顾台湾过去那么多年来 很多 很多的灾害 和灾情 除了生命财产 受害 以外 财产 也非常的重要 尤其 人的财产 可以再努力 奋斗 若是 没有身体的话 你要谈以后的健康 是非常 非常困难 比登天还难 所以老祖开述我们 平时你就要有 灾后 防范 未然的建筑和设计 以及 生命财产的自我保护 这个都是牵涉 一个人的信心问题 有的呢 他受到伤害以后 极力的 恢复建筑 有的呢 身体不好了 他也没有办法来修建 这个等等都发生 受惠现象 所以老祖师尊 提醒我们 上天 这个 灾后 给我们的启示 是天意 的启示 不要说 认为说 哎呀 上天的不慈悲啦 怎么样给我们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灾难 本来 大自然 天底下 都是物净天走 物净天走 物净天走 祝我保护 自我保护的原则 可惜的 我们平时 太过于享受 忽略了 自我保护 忽略了 物净天走 事走 生存 自我保护的法则 自我保护的法则 天意 才会 体谅 我们 否则 要体谅 我们 是很困难的 灾难 随时会到 谁也没有办法 料到 明天会 怎么样 所以 这一次的 台风 水灾 虽然是台湾的 只有一半 这也是在 启示着 天意 和 无为 的法则 天意 用 降大雨 来提醒 众生 还有的国家 用旱灾 来提醒 人民 才够有 不同的 天意 启示 那么 这一回 台风 天意 启示 是提醒 我们 要做 平时就要有 防患 未然 国家 社会的 排水系统 工程建设 一定要 平良心 官员 要 人 国 把关 百姓 建设 也要 自我 人 国 把关 这样的话 灾难可以减少到最少为原则 或者 一片 雾乎哀哉 谁也 管不了 就像 八七水灾 在南投 台中县地区 彰化地区 很多百姓的生命 被水流走了 在房子上 爬在屋脊上 水 慢慢 涨 涨 起来 人 也莫 可 赖 水 被流走 丧失 生命的 无济 其事 这都是上天 在 一个时段 就会有 不同的 启示 再警告 人们 大家要 遵循生命以外 要遵循财产 更要 遵循 你的 健康 安全的问题 不要 忽略的 安全 主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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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间的 名利 不管他人的 死 活 这样 到最后的 因果 报应 会轮到 我们的身上来 所以 大家 不要忽略了 上天的 启示 也不要 疏忽了 大地 调和的 法车 这一点 是我们 修行人 应该 珍惜 应该 尊重 大道 无为 试着 生存 不合着 自取 灭 王 所以 老祖 开述 我们 人生 难斗 一定要 珍惜 生命 也要 珍惜 安全 问题 这样 你就 不会 受到 灾害 的 侵袭 这样 你就 能够 逃 过 灾 节 逃过 天灾 和 人祸 的 告诫 启示 祝福 各位 维新 圣 一星大学 所有闲事同修 及各位 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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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 自权 都 云 云 唯 ニ 即 对政府的信心更是重要 当下执政的政府官员 对于灾后的重建 一定要重视将心比心 人力己力 天下一家亲 这样来重建 以这个信心来给全民的信心 你的功德无量 也是修行 所以佛说 人在世上 身为官员 是好修行啊 有这一点 也可以看出 我们每一位官员 你对于百姓的关心和关怀 给百姓的信心 也是在修行啊 所以 当官员 有这个爱心 给人民信心 你即是 做到天心 和人心 和众生的心 也是和佛心 神道的心 那你一定 可以成佛 成道 所以在灾后的重建 上天给人们的重建 信心的机会 都是平等的 而我们百姓 受到灾害 我们一定要自己站起来 家园是我们自己的 人的身体也是自己的 我们的事业 也是自己和共同的自业 所以 所以个人的信心 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王山老祖 在这一次 灾难之后 给我们的启示 就是要建立自我的信心 所以有时候 你看到灾区 这么多的人 这么多的受灾户 你怎么办 犹如 九二一大地震 看出去 到处都是倒塌房子 满目苍仪 那么作为身为救难队的同仁 大菩萨 看了不知道从哪里救起 唯一的办法 就是见到就救 见到就救 像九二一灾后 有重建队的信众大菩萨 他们来到宣佛寺 跟我说 叔父啊 这一次的灾难 九二一的灾难 倒塌的那么多 我究竟要从哪一家开始救起 我说很简单嘛 把握当下 把握当下 见到就救 就要救 这样就好了嘛 所以就让对了菩萨们 来到宣佛寺之后 他们就开始又发动 见到就救 见死不救 非救难的菩萨 所以在九二一 最救难队的朋友 菩萨们 来到宣佛寺 求老祖求佛 保佛保佑大家平安 其中有一位 从远方来到国庆 他要去救救难 来到宣佛寺拜拜 问我说 师父啊 这一些救难 我们是来救难的 哪一家要先救 我说很简单嘛 你说这开到哪里 你想下来 就是你要救的 这一家 结果开到 国庆 在半路上 这里有一家 倒塌 没有人离 他就停下来 就进去 刚好救到一位老菩萨 在里面声音 还有一口气 只是三四天都没有吃饭 还有一点声音声音 他救出这位老菩萨了 后来 把这位老菩萨救出来之后 周月先生就到宣佛寺 来拜王产老祖 感恩王产老祖 给他行功的机会 这就是把握当下 把握当下 住我的信心也是一样 把握当下 我们家里有受灾害 那我们东墙倒了 赶快把东墙砌起来 西墙塌了 赶快把西墙砌起来 这样是最重要 不然你会影响到周围的墙 墙壁都会倒塌 连屋顶都会倒塌下来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自救 自己的家 自己来建设 如果自己的家 有损坏的话 政府能够帮忙的 我们就由政府来的协助 也希望官员们 这一次的灾害 是给各位行功利得 修行的好机会啊 所以今天 追决 跟各位残劫 自我的信心 和政府官员的信心 两者活儿为一 者灾祸重建 者能平安太平啊 祝福各位 这次台湾疫病 应不成功妙的生 祝福福 各位微信圣家 微信闲事 及各位伤害善知识 灾后重建 给世间人团结合作 分工合作的好姻缘 好机会 在921大地震之后 南投的学校 倒了124间 由各个单位分层负责 依照各位的经济能力 来从事协助建设 其中有好几家的建设公司 他们也发动协助南投灾期的学校 建设恢复 结果在三个月之后 三年之后 南投 少有124家的学校 都建设完成 每轮每换 又加上 这些学校 经过教育部前部长 吴清基部长 通知南投台中县的 故级学校校长 务必注意风水学的问题 所以本维新政教 也准备了500位 这个义工 义京大学的同修 来协助规划 由立东建设公司 王简坛 董事长 带队 来到故地 协助重建 尤其学校的重建 非常重要 以至于风水学的原则 重新规划 给学校平安 给学生平安 家家户户平安 所以建设了三年 才全部圆满 这一点 我感觉 上天给我的机会 给我们维新圣教 爱心团的机会 行功利得的机会 而且我们仅遵王山老祖的盛事 同心同德 毫无怨言 努力地协助南投区域 的学校建设 建设 建工 到现在来 南投的学校 都很平安 学生都更加的健康 学生的智慧都增长了 家长对于建设 公司的协助 都存以感恩和祝福 所以这建设公司 好几家的建设公司 都来参与灾祸重建 这也是人心的重建 也是硬体的重建 之后 这建设公司的业务 并没有因此而减退 反而信心更强 反而名誉更坚强 这是上天给我们四龙工商百业 建设公司的好姻缘 所以今天灾祸重建 我建设建设公司 921我们在渔池乡 南投渔池乡 这个一个飞燕的社区 帮忙规划重建 重建之后 他们的信心 就充满的感恩 无比 所以房子交给他们之后 到现在有多少人 我看当地的老百姓 家庭都更圆满 社区更加发达 我也感恩上天给我这个机会 感恩王山老祖给我这个能力 能够帮助灾祸重建 所以今天我有感而发 建议各位灾祸重建 建设公司的老板 公司应该有学型 有觉悟 行善基德 寸的这个机会 上天给我们大家的机会 我们一定要把握 所以有人问我说 我说师父修行的目的在哪里 我说把握当价 把握任何时间 任何时刻 任何环境 我们能做的 我们就尽量去做 所以我也鼓励 我们维京圣教 一经大学的 玄师同修 你们能做的 尽量去做 把握机会 这是我们今天 为各位来谈解 灾祸重建 人心重建 硬体重建 功德力啊 祝福各位 大家平安 阿弥陀佛